恋爱五年,女友提出三十万彩礼的要求,不给就分手,为此,她还打发闺蜜来说服我,从她闺蜜床上下来后,我同意了她分手的要求,她却哭着求复合,还说彩礼降到二十万,有时候,我真看不惯天价彩礼这事,还说不给就是不爱她,她要的不是钱,只是个态度,明明就是要钱,干嘛说得这么好听。 把自己整得很高尚似的,听着都让人恶心,我以为我遇到了真爱,这辈子不会碰到天价彩礼这事,没想到恋爱五年下来,眼看就要谈婚论嫁了,女友却对我狮子打开口。 房子不低于一百二十平,车不少于二十万,彩礼三十万,上下车五万,五金,上门八大件,这是我女友开出的条件,你们看看离不离谱。 本来我对结婚还很期待,她这么一出口,我都快要背过气去了,我就问我女友,这条件是你提的,还是你家人提的? 我本来以为她这么爱我,和我谈了这么久,我家什么情况她也清楚,她是开不出这么离谱的条件的,没想到她直接让我吐了口血。 她说,条件是我自己提的,我的意思就是我爸妈的意思。 我直接就给整无语了,说实话,我家是工薪阶级,要拿出这么多彩礼,还是挺困难的,况且,我刚买了房,还是九十平米,这都没达到她的要求,为了能和她有个未来。 我问我女友,你的条件,我家有点达不到,能不能去你家和你爸妈谈谈,咱们商量一下再定。 我女友不客气地说,想谈好说,不过上门得带把打箭。 我当时就猛了,就问她,我是去提亲,还没到结婚的时候。 我女友直接说,你来我家登门提亲,不得带礼物吗? 我被她弄得哑口无言,反应了一会儿,琢磨出味儿来了,我说,什么八大箭,我提前给准备好。 我女友理所应当地说,八大箭,其实就是买四样礼物,各两箭,必须是双数,我们老家实行八大箭是华字两条,五粮一二箱,茶一二罐,与两条二。 这,我当时真是有种日了狗的感觉,我就问我女友,我就是去商量下婚事,什么都没定下来,怎么还得买这么多东西。 我女友一听,脾气就来了,她说,你都睡了我五年了,你不打算娶我吗?还有什么好商量的?一句话给我堵死了。 我都不知道,接下来该怎么办了,回头给我爸妈打了个电话,我爸妈的意思是,出了五年了,也不容易,没少花费,就上门谈谈结婚的事吧。 要是能定下来,花点钱也是值得,于是我就提前准备了礼物,过完年,就和父母去女友家商量婚事,我家是航程式的,我女友家在冀州县城,我本以为我们大老远的过来够有诚意了,他们能重视起来。 没想到一到他们家,他爸妈全程扑个脸,中午下馆子吃饭,还是我们掏的钱,连个地主之意,他们也不懂得嘛,只是一顿饭也就算了,我们谈到结婚时,又谈崩了,我女友爸妈也是一口咬定,彩礼就三十万,一分不能少,本来房子要求一百二十平,现在我们家已经买了。 不能卖了重买,他们就委屈一点将就住了,彩礼可一点不能再降,还没谈到车,我们就已经谈崩了,最后不欢而散,我和我爸妈离开的时候,我女友连送都没送我,把我给气的啊,回到航程,我实在气不过,就给我女友打视频,她接通后,我就直接和她说,我们航程不兴彩礼,我能答应给你就很为难了。 你能不能少点三十万太多了,我们家根本掏不起,我女友直接来了句,你想娶我,就得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来,我们这边的彩礼一般是二十至三十万。 我说,一般是二十至三十万,那你为啥要三十万,就不能按低点的标准,要二十万。 说实话,要真是二十万,我凑吧凑吧,在界点,还是能凑出来的,可三十万,我是真的太难了,我女友听了直接发标了,她说,你家买的婚房那么小,和我要求的差了三十个平方,我就不说了,车你还换吗? 你现在那辆十万出头的新能源车都开几年了,出去一趟得充好几次电,这些我都没要求你呢,你居然还嫌我要得多? 我也来气了,我说,我家是航城市,不是你们那小破县城,九十平可不少钱了,再说,我车才开三年,哪里有你说的那么不好,出去一趟老得充电。 我家除了买房出彩礼,还要装修房子,办婚礼,后面要钱的地方多着呢,你就不能多为我考虑考虑。 我女友声音一下提高了几个分贝,歇斯底里地说,我为你考虑,你有考虑过我吗? 我爸妈把我养大都不容易,嫁给你还得给你生孩子,你不娶我你一个男人生孩子吗? 我都快给气出乳腺增生了。 我说,你爸妈养你不容易,我爸妈养我就容易,为什么结婚都得男人出钱,女人什么都不用出? 还有,你嫁给谁不生孩子,不想生孩子,你结什么婚? 我女友也是气得不轻,她强调说,我们家怎么就什么都不出了,我爸妈还有陪嫁啊。 我反问她,你家陪嫁多少? 我女友接下来说,我爸妈又不贪你家的钱,结婚以后,财礼我还是会带回来的,你家等于什么都不出,白得个媳妇。 你们听听,这什么逻辑,好话都让她说了,最后还是男方的不是了。 我干脆将计就计,我说,那行,既然你家不贪钱,那我出去借十万,然后再凑二十万,给你们当彩礼,咱们走个行事,等结了婚,你把钱带回来后,我再把债还上。 我女友一听,直接炸锅了,她对于屏幕就是一顿输出,我带不带回来,那是我得势,就算带回来,那也是我的家长,要还钱找你爸妈去,别找我。 我真是气不打一出来,说不贪钱的是她,拿了钱不枉出掏的还是她,真是当了婊子,还要立牌坊,尽管我们有五年的感情基础,但这短短的几天交锋,早就把我对她的好感刷霉了,这么多年了,我还真不知道她原来是这样的人,我实在是绝望的不行,也懒得和她多说了。 我告诉她说,如果你非要这么多彩礼,那咱们就别过了,分手吧。 我女友好像也是气到了绝望,她冷冰冰地说,我们谈了五年,我和你睡了五年,我得青春都给了你,你觉得我连这三十万都不值吗? 我也直接说,对啊,谈了五年,你的青春给了我,我的青春呢? 难道你的青春是青春,宝贵,我的青春就不是青春,就见识吧? 这五年来,我对你有多好,你心里没敌吗? 逢年过节我那一次,不是精心为你挑选礼物。 每次吵架,不都是我主动认错哄你? 同居五年了你,做过多少家务,每次不都是我做? 这五年来你花了我多少钱? 你给我花过几分钱吗? 我一个月一万多的工资,我一分钱没攒下,你还好意思说? 我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,把我这五年来的委屈都倒了出来,我本以为我女友能理解我,心疼我,同情我,没想她,直接就忽略了我的感受。 她说,我看你就是不爱我,说了这么多,你还不是不想娶我? 三十万最低了,你看着办吧。 说完,她就直接挂了视频,我再打过去,我已经被拉黑了,呵呵,看来是没得谈了。 一气之下,我也拉黑了她,我们谈了五年的恋爱,我被拉黑了无数次。 我女友处理感情波折的唯一手段,就是拉黑,我敢说,这五年来,如果不是我坚持。 我们早就分手了,她的这种行为我早就受够了,以我对她的了解,等过几天她气消了,还会主动加回我,她就是这样的人,我消了消气。 把彩礼的事情和我爸妈说了,我爸妈也是气得不行,但她们并没有上来就让我分手,而是让我多和我女友沟通,挂电话前,她们意外地多提了一句,如果可以的话,多做选择吧。 虽然我爸妈没有明说,但我从她们的话里,听出了她们的无奈和伤心,我何尝不是,挂了电话,我就陷入了失落和难过中。 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好几天,还是觉得放不下我女友,就主动把她从黑名单里放出来。 本以为我女友会回心转意,加我,结果等了好几天,一点消息都没有。 我开始有些慌了,我的第六感告诉我,事情有点超出我的预料了。 果然,又过了两天,她闺蜜暖暖,竟然联系我了。 大伟,你和莉莉是不吵架了,她现在开始相亲了,你知不知道? 我顿时急了,连忙问暖暖,你怎么知道的? 莉莉发了朋友圈的,今天都像第三天了,你不知道吗? 暖暖反问我,我伤心地说,莉莉把我拉黑了,我看不到她朋友圈。 暖暖连忙提醒我,你快去找莉莉和解吧,你们在一起五年了,挺不容易的。 是啊,五年了,我们相爱了五年。 结果,就因为结婚彩礼谈不论,她说变心就变心,我们闹了那么多次分手,哪次是真的了? 我的心一下子跌落了谷底,连忙给女友打去电话,好在她没有把我的手机号拉黑。 接通后,我直接质问她,莉莉,听说你在相见。 没想到我女友却很自然地说,是啊,和你有关系吗? 我气不打一出来,我强调道,你是我女朋友,你去相亲,怎么和我没关系? 你把我当时什么了? 我女友却直接说,庞大伟,你最好撒泡尿照照自己,你没钱,娶我还不让我找个有钱人? 娶他们的有钱人,原来是嫌我穷了,想帮大款。 我直接标了句脏话,那你去找你的有钱人吧,你个贱货。 最后两个字,我真的是忍无可忍才说出来的。 你们不知道我那一刻有多绝望,有多伤心,我挂了电话,一气之下联系了我们当地的一家婚姻介绍所,并很快填好了相亲资料。 三十岁,本科学历,独生子,工程师,长相六分,身高一百八十二,体重七十八千克,月薪一大不了,年薪十五万,房子九十平全款,有车全款,当我把自己的条件报上去以后,那里的红娘给我的评价很高。 他们说,以我的条件,在相亲市场很抢手,接下来一段时间,我就走上了相亲的道路,在婚姻介绍所的帮助下,我每天见五个。 上午两个,下午两个,晚上一个,效率不要太高,兄弟们,我和你们说,自从我相亲以来,我都不想谈恋爱了,不是恋爱谈不起,而是相亲更有性价比,恋爱只能谈一个,相亲一天相十个都不在话下,而且相亲这玩意儿让人上瘾, 每天见着不同模样的女孩,会让你产生永远都期待下一个的错觉,要不是年纪大了,想着结婚,我恨不得天天相亲,就在我沉浸在相亲的美好中时,有一天居然碰到了我意想不到的人,那是一个晚上,红娘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。 因为对方的某些顾虑,没有公布照片,但红娘却保证姑娘绝对不错,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约了她,等见到相亲对象的时候我傻眼了,来人居然是,暖暖,刚开始我还以为和暖暖偶遇了,等暖暖说明相亲的来意, 我才知道竟然相亲遇上了熟人,暖暖是我女友最好的闺蜜,她是那种性格比较温和的女孩,她每次劝和我俩都很有耐心,如果我心情不好,还会花时间开导我,她长得比较耐看,平时不爱打扮,如果打扮一下,肯定很好看,她和我女友是两个极端。 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相处这么好的,其实,我一开始喜欢的是我女友闺蜜,并不是我女友,我是和哥们去游乐园玩碰见的她俩,我本来想加她闺蜜的微信,结果我女友以为我看上了她,就先一步加上了我,最后我俩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一起,说起来还挺有戏剧性的, 不过,说到底,还是我女友闺蜜最符合我的审美,以前我女友和暖暖逛街还老拉着我一起去,那时候没觉得什么,现在突然在相亲中碰到,我心里竟然产生了一种局促感,尤其是她今天做了精心打扮。 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明艳动人,弄得我心里压力倍增,我半天不知道如何开场,只好结结巴巴地说了句,好,好巧啊。 暖暖也有些腼腆地说,是啊,没想到相亲能碰到你。 是啊,是啊,我边说边流冷汗,我的情况她完全知道,这可如何是好,没想到暖暖却主动引出了话题,她说,你最近工作还好吗? 我说,还好,然后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,你和莉莉怎么样了? 暖暖暖话锋一转说,一提起我女友,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 我没好气地说,她还没加回我,估计这次悬了。 暖暖说,你想看看她最近的动态吗? 我突然产生了好奇,鬼使神差地说,想啊。 然后暖暖打开我女友的朋友圈,把手机递到我面前,给你,你自己看吧。 我接过手机的时候,不小心触碰到了她的手,好滑,好软,我偷偷瞟了一眼,也很白,可当我下一刻看到我女友朋友圈内容时, 我就火冒三丈了,今天来吃法餐,三文鱼和鱼子酱味道很不错,这次沾小哥哥的光了。 开心,在秦淮河畔的木制客栈里,邂逅永恒,大厨当面展示才艺,将臀入口即化,献得罪人,感谢袁哥的美意。 害羞,五星级酒店的床向云朵,软到我害怕在梦中跌落云端,幸好有九十九朵玫瑰的承诺,让我心安。 比歇,我女友隔三差五的相亲不说,朋友圈里晒的,不是在这个知名饭店吃饭,就是去了某个豪华餐厅, 甚至还有五星级大酒店的照片,她去酒店相得什么亲,和我这里还藕断丝连,转身就上了别人的床,我心里越来越恼火,真想现在就冲到酒店,把那对肩夫淫妇砍了,暖暖看我心情不好,就安慰我说,大伟,你别生气,也许莉莉只是故意找人气你呢,其实她心里还是你最重要。 我火冒三丈地说,气我就晒出和别人出入酒店的照片,当我傻呢,连这都看不出来。 暖暖想了下说,要不你也用同样的方式试探她一下。 我突然也有了同样的心思,于是赞同地说,可以啊,问题是我找谁来试探她,而且她还拉黑我呢,我怎么才能让她知道? 暖暖想了下,说,这是好说,让我来。 说完,暖暖就坐到了我这边,然后和我靠近,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她的翘臀挤压我腿的触感,心里不由开始心愿意嘛,你也靠过来嘛,配合一下。 暖暖,暖暖嘟着嘴撒娇说,我巴不得呢,赶紧配合她,她拿起手机。 头歪向我,比了个噎的动作,拍了张照片,然后发给了我女友,搞定以后,暖暖又坐回了我对面,机灵地说,好了,等一会儿就知道她的反应了。 果然,仅仅是过了五分钟,我女友的电话就打过来了,暖暖刚一接通,我女友就开始无休止地输出,暖暖你什么意思? 趁我不在,居然挖我墙角,你要不要脸了,闺蜜男朋友你都不放过,你还算不算人了? 我平时对你那么好,你就这么对我,暖暖被说得脸色铁青,但嘴上却不服输道,我只是试探一下你。 你就这么激动了,你看看你做的什么事,你能在外面想清找金龟絮? 大伟就不能嘛,没想到我女友却不要脸地说,大伟是我男朋友,就算我不要,你也别想接盘,请摆正你的立场,况且,就他那熊样,除了我还有谁愿意要他? 刚开始我还为暖暖鸣鸣不平,听到最后连自己都火冒三丈了,我接过暖暖手机,对我女友说,你还要不要脸了,暖暖是为了我们好才这样做的,你居然这么说他。 好啊,庞大伟,你居然帮别的女人说话,你等着,等我回了行程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我女友说,我不屑地说,和肩夫一起来收拾我吗? 我等着你,还有,你不是说我没人要吗?请你擦亮眼睛等着,我很快就找个给你看。 这几天我相亲见了不少女孩,说实在的,有很多都比我女友好,我只是心里意识放不下她,这才没有和别人相处。 既然她说我没人要,那我很快就找个给她看看,我女友一听极了,她说,不行,你不能找,在我结婚之前,你都不能和别的女人好,如果我找不到,你得管我一辈子。 我真是快无语了,我说,呵呵,你可真是不要脸到家了,你凭什么要求我? 我女友理直气壮倒,就凭你睡了我五年,你就得对我负责到底。 我说,我可不是啥都不懂的舔狗,我告诉你邓莉莉,我们彻底完了,以后后悔无期。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,随后我女友又打了过来,暖暖接了,但是听到的还是我女友无尽地谩骂,最后她也生气地挂掉了,经过这么一闹, 我和暖暖也没有继续吃下去的心情了,我就开车把她送回了家,走的时候暖暖还一个劲不让我送,说她家离这里太远了,我返回去要走很远的路。 我坚持要送她,最后她只好听我的,等把暖暖送到家时,我傻眼了,刚才豪爽了一把,结果没考虑新能源车电量,现在想要回家, 还不等走一半车,就要电量耗尽,抛锚在路上,见我脸色不好,暖暖就问我怎么回事,当我把原因告诉她后,她居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,然后暖暖说,都这么晚了, 你也别回去了,在我家里兑付一晚吧,虽然我家不大,不过你可以在沙发上睡,我家还有床被子,我还没单独在女孩子家里过过夜,尽管心里有无限遐想。 但还是觉得有些尴尬,可事实摆在眼前,不容我多想,暖暖住的公寓是单间,跟我和我女友住的格局一样,刚进门就让我感到了一些亲切,最后,我就这样睡在了暖暖家里的沙发上,而暖暖,就在离我一米远的床上。 关灯后,我听着暖暖均匀的呼吸声,闻着被子的响起,心里美得不要不要的,想起刚才被我女友嫌弃的话,我不有起了捉弄的心思,偷偷掏出手机,用夜拍功能对A熟睡中的暖暖拍了张照片,然后屏蔽了暖暖后,发到了朋友圈里,给图片配的文字时,看到她熟睡的模样,我心里很暖,很满足。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话,但也能引起人的多种猜测,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,不知道我女友看到了会是什么心情,也算是我对她的报复吧,我这样想着,然后就在这种窃喜的状态下步入了梦乡。 睡到半夜,我被憋醒了,找台灯没找到,就抹黑去了趟卫生间,回来的时候,按照记忆中的路线,回到了床上,上了床,身边有个温暖而柔软的身体,我也习惯了和女友一起睡觉的感觉, 迷迷糊糊糊间,就把她当成了我女友,然后抱着就睡了过去,睡着睡着,我怀里的身体越来越热,弄得我也有些火气上涨,于是我就自然而然的把它包成了一只小白羊,一阵恩爱过后,才一起抱着熟睡过去,尽管那时还在犯困, 但不一样的触感,却让我产生了一些疑惑,比以前紧致了。 胸比以前大了,身体却比以前瘦了,呃,不对,是该大的地方大,该小的地方小,总之体验很好,可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,我就傻眼了,看着怀里正用迷人的卡兹兰大眼睛,含情默默盯着我的美人,我就想躲到床下去,说实在话, 我有点无地自容,我居然睡了女友闺蜜,我心里很纠结,有点过意不去,但是就这样也不叫事,我本想和暖暖打个招呼,没想到她却先开口了,她温柔地说,我喜欢你,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。 在听到这句话时,我如遭雷劈。 原来,原来我喜欢的人也喜欢我,原来我以为遥不可及的真爱,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我,我不由地紧紧抱住她,在她额头印上一个吻,我说,我也喜欢你。 在起床的时候,我竟意外地发现了床单上的几朵红梅,原来暖暖她还是第一次,我深深记得我和我女友初次的场景,那时候她已经不是处了,在这一刻,我由衷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幸运。 我那个绿茶女友,就让她滚蛋去吧。 一个月后,我前女友丽丽家我好友,被我拒绝了,她发来短信求复合,大伟,我知道错了,你原谅我好不好,全天下就你对我最好,我们结婚吧。 我没有理她,把她手机好拉黑了。 过了一天,我前女友用她妈的手机打来电话, 大伟,我已经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了,求你原谅我,我们和好如初好不好,我不能没有你。 我不屑地说,你不是相亲找到金龟婿了吗,那你和他们好呗。 我前女友哭哭啼啼说,他们都是玩玩我,没有一个是真心和我结婚的,我知道错了,我们和好吧。 我说,现在才醒悟了,晚了。 说完,我就把她妈的手机好拉黑了,又过了一天,我前女友用她爸的手机打来电话。 这次一反常态,上来就语气很硬,庞大伟,你现在立马到我老家接我,你要是不接,我就告你强奸。 我简直无语了,我说,大姐,你见过谁强奸一个人能持续五年,还每天主动,我要我要我还要的。 我女友知道自己没理,话风突然一转,说,庞大伟,你睡了我五年,把我搞烂了,现在就想抛弃我,你门都没有,你不让我好过,我也不让你好过。 我无所畏惧道,咱们结束了,你爱咋咋地,我才不怕你。 说完,我就挂了电话,把他爸的电话也拉黑了,两个月后,我和暖暖结婚的日子到了,当我把暖暖接到婚车上时,我前女友的电话又打到了我老婆暖暖手机上,他说,庞大伟,我求你了,别抛弃我,我同意彩礼二十万。 我说,呵呵,可是暖暖才合,我要十万彩礼。 我前女友突然说,不可能,他条件那么好,怎么彩礼会那么少。 我说,你爱信不信。 我刚准备挂电话,我前女友又说,他十万,那我也十万,你和他分了,我们结婚。 我真的快被气笑了,我说,暖暖家陪价一辆三十万的车,你家能陪吗? 我前女友终于不说话了,我也失去地挂了电话,当我和暖暖即将步入婚礼殿堂的时候,我前女友又发来了信息,暖暖穿婚纱,不方便拿手机,她的手机刚好在我手里。 我打开手机一看,我前女友又整腰额子了,她发来了一张站在楼顶的照片,下面文字是, 庞大伟,你回不回头,如果你不尽快停止婚礼,我现在就从这里跳下去。 这女人,真能做,我真是服了,看我笑了。 暖暖问我怎么了,我把事情原委告诉了她,没想到暖暖却说,不管你怎么选择,我都尊重你。 我宠爱地摸了摸她的头,说,别多想,我们一起上台吧。 说完,我当着她的面,把我前女友从她手机里删掉。 然后我们便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婚后,我前女友闹了几次,我和暖暖搬到了新家,换了新工作,她找不到我们了才消停。 后来,暖暖问我,你当时就不怕莉莉真的跳楼? 我说,她那么贤疲爱富的人,最惜命了,怎么可能真的跳楼,只不过是在吓唬我而已。 我又问暖暖,那次相亲,我们是真的恰巧碰到吗? 暖暖用手戳了下我额头,说,你傻呀,我不放图片,还不是怕别人看到。 哪有相亲不看南方照片的,我和你相亲不过是给你个机会而已。 我说,只是给我机会吗? 难道不是你想和我在一起? 她白了我一眼,说,看把你美的,谁想和你在一起了。 我说,真的吗? 我不屑。 说着,我就把手伸向了她,不一会儿,家里就传出了幸福的声音。 好了,我的故事就到这里,下面有几点劝告要送给大家,兄弟们记好了。 结婚不是不能要彩礼,彩礼是可以给的,但也要量力而行,超过了家庭承受能力的彩礼,就是不合理,彩礼只是立场问题。 好的彩礼能给小家庭锦上添花,离谱的彩礼要求,只会给婚姻埋下不好的诱因。 女孩子常说,爱我你就得给我要的彩礼。 相对而言,如果一个女孩子爱你是不会因为彩礼让你为难的,如果是女方父母提出的,她为了和你走到一起,会主动劝她父母降低要求。 那种处处为你考虑的女孩子,你一定要娶,那种处处为难你的,趁早拜拜。 女孩子婚后是要和男方过日子的,所以立场一定要搞清楚,那种一上来就把女性定义为弱者,而要这要那的,就算娶了日子也过不好。 恋爱是两情相悦的结果,需要互相理解,互相接受,结婚和生子都是婚姻旅途的正常流程。 别整得跟做买卖一样,要是谈条件,就把服务态度百端正了,别拿了钱,还要人当祖宗供着,谁都不是傻子,不满意就滚蛋,绝不能惯着。